好 我们先看一下中间前方 中间前方 中间前方有我们的官方摄影 再帮我们看一下下 谢谢 好 中间 再帮我们看一下左手边 我们左手边的媒体我们也相当多 稍微移一下 左手边 好 谢谢 哈林哥右下 再慢慢地换到右手边 哈林哥 麻烦这些饼 不是这些饼 M.I.B. 你不是这些饼 M.I.B. 有种东西小的感觉 没有见到 今天很荣幸 邀请到哈林哥 因为这一次刚刚哈林哥站在台上 搬出来的最受欢迎的奖项票选 就是由听众直接上网来做票选 都是大家最喜爱的歌手 这个当然你就要邀请到了 大家最喜爱的歌手 所以就特别要请哈林哥 是 谢谢 那这一次特别担任我们的颁奖人 心情不知道怎么样 很久没有到这种颁奖 电影的场合 所以这个我刚刚说的是真的 眼珠血管 大爆发 爆掉了 不舒服 不舒服 可是没有开大铃影响 只是看起来很恐怖 要多休息才行啊 很恐怖 要多休息 点个眼药水要看个医生 不过其实呢 当然这个休息完后呢 就要继续开始工作了 因为听说这个明天开始开麦的这个门票呢 其实就是在九月份 会在高雄卫武营 举办了这个有一个六场的音乐剧 音乐剧 嘻哈游记 那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媒体朋友们 嗯 嘻哈游记是这个西游记的哈林版 那它是后西游记 就是取经后的一千年 然后呢 这个师徒四人啊 他们处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 可是无所事事 非常无聊 那摩二代呢 就是这个以前什么牛魔王他们的小孩啊 就趁机作乱 最后是用音乐来对决 大概是这样的过程 所以届时都可以听到这个 很多大家都在台上表演的 音乐人的音乐了 对 因为这个音乐剧呢 我们主要几个页 都是歌手 对 比如说我 肖静腾 那肖静腾当然演的是 孙悟空 势均力敌的死对头 孙悟空这么厉害的人 哪里找得到对手 孙悟空自以为找不到 结果 孙悟空很厉害 那当然还有 马念仙的唐三藏 望福小明的猪八戒 还有Erika 刘爱丽 演的沙小妹 沙乌镜的妹妹 耶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的一部 这个音乐剧呢 在九月的时候 会在高雄跟大家见面 那希望这个北部的场次 希望也能够赶快确认 对对对 本来我上次有提吧 对对对对 本来我们已经订了十月份的这个北流 可惜这个干部时间要延迟了 但是没关系 可以先去九月份的高雄看一下 对因为呢在这个明天就要开买了 对假如喝 大家觉得好看 回台北再来看 对也是不错 对